姐妹们大哥这两天老张那说要管你身材 他还挺会用词 然后给他做饭素一点 我去弄了点鸡葫芦 咱今天中午做一个皮儿白十二大的小酱饼 一口一个老人小孩也都特别爱吃 再擦一根胡萝卜进去 哼 我以后现在前来给我防守啊 我势必滚电要收成一道商店 快了你得你放电池给我摆坏了 哎我又憋着打你了 哈哈哈哈 我看你能检视多久 你过两天都找我吃饶啊 我可不给你做了啊 稍微来点盐沙沙水 行了先拿沙着吧 我去活个半汤面去走 面里稍微来一点点盐 一半用烫水烫面 一半用凉水 这样活出棉 捞出小酵饼来 凉了它也不发影 都是喧呼的 行了那稍微醒发一会儿 我先看看沙水沙的怎么样了 沙出这么多水分来 再把它钻干 就放了两个鸡蛋吃起来更好吃 再放点香菇和木耳 稍微来点盐开始调味 素馅调味简单 少放点东西就行 松茸调味料来点 蚝油来一点 再稍微来点小香油 这馅调出来真的好香啊 我再提前泡点裙袋菜 咱们做个琴带汤喝 开始包馅饼了 切成饺子劲大小就行 得干薄一点 像包小包子一样 把它包起来就可以了 我那小子包来的 我给你做包 我给干净 行得更快点 再以后就吃饭 我盖上这 要不土天缝气稿都蠢了 电饼趁里刷点油 就开始烙了 庙上再盖上一层油 盖上盖 素馅的好熟 一会咱就吃饭了 两边都烙金黄了 看着真有食意 出锅 咱们开始烙下一锅 咱的小香饼 这又烙好了 皮包馅大的 咱打开一个看看啊 哇好烫啊 就这小香饼 吃几个咱也不怕长肉 再做个群菜汤 咱就开始开饭了啊 妈快点的群菜汤也过后了 快吃饭了 赶紧开饭 哎呀给我收尾了 哈哈哈老实嘞 哇 要是纸牛线换成肉馅 是不是就成了门顶肉饼啊 啊 你是不是还想吃肉饼啊 没有没有没有 我就是扯住而已